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晋慧大学思觉艺术系毕业后 一直创作油画 也做老师教人画画 学习弹卡 是想了解到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希望在感受和吸拿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创作的灵感泉源 学习早期比较难的是调整好画不上的铅笔线稿 线稿上面的造型上色后就很难再改 佛像的造型也就是在线稿上已经定了下来 调整最适合的比例 看上去舒服是很重要的 要为佛像上色 色彩如何涂得平滑 不粗糙呢 这很考验调配颜料的技术 因为我们用的颜色都是矿物颜料 老师教我们涂正变颜色的时候 毛笔上的颜料要沾口中的口水去画 画完之后可以吐出来 用口水调配颜色当然有它传统留下来的吐的意义 有的效果就一定要用口水调配画笔上的颜料 然后再去才能做到 老师说没有用口水的弹卡 好像欠缺了一点东西 画师很重视画面上的美感 以及全程绘画的方法 所以老师们画师们都用口水去调配笔上的颜料 这里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院长的师傅和张大千一起去过敦煌临摹壁画 我看过张大千的谈异录之后 觉得来学中国传统的中彩画非常重要 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画 它的表现方式多数以黑白的墨色表现 从弹卡开始我才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也有用色彩特别飞黄的地区还有时代 作为一位画家必须吸收这些前辈留下来的灵气 把它和自己的意识和敏感度连在一起 再更新自己的创作 画完弹卡之后都会在香港那边展览 这次应该也会全班同学的作品也会带去香港 在展览的期间应该会把这个弹卡的艺术 宗教的文化带去香港令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多 香港来的学生里面也很多大学生 他们都学过画画的 然后他们来到这边 接触的都是另一种这里的土耀文化的一些工艺 一些创作模式 所以他们可以比较一下在香港自己的创作的一些过程 或这里的有什么不同 就这样子令自己的眼界可以增长 创作不是为了个人 画一尊佛像很多同学都是想带回家 比如那个佛像是长寿佛像 家里的人渐渐看看生活 就是抱着一个可能是个愿望来画的佛像 香港的生活压力节奏比较快压力也比较大 希望来到学习坦卡能够在心灵上面有一个多月的平静 除了四方面 这里的事物非常有民族特色 在气候方面 香港和这里的分别比较大 因为我们去过青海湖 领队跟我们说一个青海湖等于四个香港 可以撞得下四个香港 去了那个武吞下市 然后老师碰见了他的一位亲人 他说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岁 但是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寺院拜一拜佛 为众生祈祷 这是他们的信仰 好大爱的感觉 因为人的信念要很坚定 才会坚持的这样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的信念是为了所有人好 我觉得他们的生命观念很健康 做的事都为大家好 这样子很美丽 如果每个人都怀着一个很好 很圣然的心 整个世界都会好起来